我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我这份文件里面可能会有 因为是一个Office2010 Tip 40招 是在讲Office的文件 里面会讲到Word 会讲到Excel 会讲到PowerPoint 那我会希望说 我们是不是刻意把 讲到这个Word的地方 讲到Excel的地方 讲到PowerPoint的地方 加一个符号 加一个符号 去把它刻意的标起来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帮助阅读者来去看这份文件 例如说这里面有多少个Word 好 你看哦 假设我现在用寻找 快速寻找Ctrl加F 我们去找Excel好了 Enter 它是不是找到五个Excel 例如说Word Enter 然后它找到四个 那例如说PowerPoint呢 好 例如说PowerPoint也有四个 有看到 PowerPoint 我的意思是说 分别在这份文件的什么地方 我们如果用肉眼来去找 那浪费太多时间了 所以我们一口气把这些字去做一些取代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今天我就先做一个取代 常用取代 例如说把Word改成什么呢 假设改成这样子 现在没有用万用字元嘛 就是很单纯的先把它取代 好 全部取代 是的 然后还有什么 Excel Excel 全部取代 全部取代 取代五个 然后还有PowerPoint 取代变成什么 PowerPoint 全部取代 好 那我们这样总共 反正就是里面有Word Excel PowerPoint 它都有一些符号 那个符号应该是固定的 可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呢 现在 我们来去看 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接着在PowerPoint的投影片放 这样会不会比较方便我们去 检视 或者是观看 可是我现在呢 我要去做一个取代 我不管它是Word Excel PowerPoint 我都必须要前面加两匹 后面加两匹 我不要再用什么上引号跟下引号了 我一口就要把里面所有的 不管是什么软体 我都一口气换掉 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就是用我刚刚教你的这件事 常用底下取代 取代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输入什么呢 在这个前面 前面输入 左上到右下 记住不是那个加减成熟的除号 除号那是计算用的 好 所以我用的是左上到右下 跟这个符号 那中间的字我不管是什么 所以我用刮胡新字号刮胡 然后左上到右下 然后下面这个符号 这就是代表说 等一下它会抓到 不管这是什么 反正它只抓这个符号跟这个符号 那取代变成什么呢 假设我把它变成两撇 然后斜线一 两撇 这意思是什么 等一下我会从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 这边变成两撇 这边变成两撇 那我得会不会变 会 以色列会不会变 会 通通都会变 而且记得 因为这个新字号所代表的意思是万用字元 所以这边要打勾 然后全部取代 它就说 总共取代了51项 确定 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去看那个 来去看看 你看这边 是不是 PowerPoint 然后前面加了两撇 后面加两撇 那再去看一个Word好了 来找一下Word Word 随便到这个地方 你看是不是前面变成两撇 后面变成两撇 前面变成两撇 后面变成两撇 这样子速度才快哦 你不要真的用肉眼 一个一个在这边看 而且还跟老板说 老板我昨天晚上做到 不对 我今天早上做到凌晨两点 才做完呢 你不要跟老板讲这种话 这代表说 这代表说什么 就是能力不够 或是不知道 更有效的方法 至少 当你接受到一些 特殊命令的时候 记得我的电子邮件 问一下 可以节省你很多很多的时间 可以节省你很多很多的时间 很渺